圆灭的时候就没有了 不要以为现在很坚固 如果一个圆消失了 它就灭了 它就变了 就已经这个时候如梦幻泡影了 所以这个它是因缘的 再来说三寿皆苦苦 这个苦受热受 不苦不乐受都是苦苦 苦就是逼迫性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生死恶法固 三界 生死就是指三界 恶法就是指身心逼迫 身心逼迫 因为它一直逼迫我们 所以三界都是苦 此义可别对修行柱 这个是对这个十柱里面对修行柱 以三人立修无量行业 我们透过这个对于苦苦能够忍 对于坏苦能够忍 对于行苦能够忍 那么这个忍是用无相智慧做体性 观察苦苦、坏苦、行苦它的真实相 所以这个忍是智慧的人 这个忍是智慧的人 不是说忍耐的人 是用智慧去认可、去认识 苦、苦、坏苦、行苦 它这三种境界的现象 所以开始就说用无相智慧 佛子仍有无相智慧 来忍这个苦 好,这个是忍心 我们先休息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讲这个忍 这个磁发屈心的忍心 刚刚讲的大部分都是属于无声法忍 或者是说地查法人 如果在事项上面说 奈怨害忍 安受苦忍 是事项 就是说我们能够 众生害我们 我们能够忍 或者是在安受苦忍 难行能行 在辛苦我们能忍 都是事项上面的 那么这里讲的三种的人 都是讲这个地查法人 地查法人 就是观察诸法的实相 或者是说无生法人 因为诸法本来就不生不灭 诸法本来就是空 所以不管是苦苦 坏苦 辛苦 这样一一观察 它是空 它是无生 它就是真如 那么这个叫做地查法人 或者是说这个无生法人 再来我们看一百二十五月第四呢 尽心 尽就是精尽 不失 慈戒 忍入 精尽 这里第四个 若佛子若是微于一切实行 福 空 甲惠 法 性 灯 无 生 山 山 而见一切有 无 如有 如 无 天地 清晃 赐 白 一切 入 乃至 三宝 自 性 一切 性 尽 道 空 无 生 无 作 无 惠 起 空 入 世 地 法 亦 无 恶 相 续 空 心 通 达 尽 分 善 根 这是经文 那么这个我们再翻回来一百二十五页 这是精尽 那么这个十发趋心都是讲菩萨 像我们刚刚讲这个空人 无生行人或者是如苦人 知道它是空 它是无生 它是真如 这都是菩萨它在修 所以我们也不是菩萨也没办法修到这样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菩萨它在修什么 那么我们能够先把这个经文 这个梵王经这个新地品的经文 把它能够理解 我们先理解到这个意思 像刚才说三种人 苦苦 坏苦 行苦 我们能够逼迫的都是苦苦 无常的都是坏苦 那么生灭千流都是辛苦 那我们能观察到它 慢慢的我们就知道菩萨 它在修什么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名词是做解释而已 它说静心若佛子 佛子就是菩萨 若是菩萨一切时行 一切时 是菩萨就是行柱坐卧 就是生啊 我们生夜的这个四种菩萨 行柱坐卧 是菩萨当中啊 一切时 就是生夜的四菩萨乃至于一切时 一切任何的时间 要行什么呢 行福空 假慧 法性 福空 假慧 法性 就是空观 假观 跟中观 中观就是法性 福空就是能够福烦恼而入于空 所以叫做福空 就是说我们知道明明看起来是有 但是我们要慢慢要知道说 召见五韵切空 那么那个能够辅助 所以我们说这个菩提有发心菩提 福心菩提 明心菩提 我们发心要追求阿尿多有三秒三菩提 然后再来要福心 云和应助云和相扶其心 辅助这个心 那福心入空 所以叫做福空观 假慧观呢 就是知道这些缘起甲和 重缘聚会的 那么能够观这个缘起 依他其性 法性就是中道观 所以 佛子在四威以行助之后 乃至一切时间都修这个空甲中三观 登无生三 126月 那么就能够入于这个无生的三 三当然是这个法性是无生 法性无生就如同登山一样 对我们凡夫来说要登这个山 达到这个无生 高高山顶立 要达到这个山顶 那么要登顶 就是要修这三种观 那么登这个无生三 如果能够修空甲中的话 登到山上的时候就能够看到 看到什么呢 一切有无 一切有啊 有相无相 如有如无 如有如无就是依真如而有 依真如而无 一切法都是真如 所以 这个如来者及诸法如意 所以有也是如 无也是如 那么天地青黄赤白一切入 我们看到天啊地啊 青色黄色赤色白色 一切入 入就是六入或十二入 六入就是眼耳鼻舌益 那么十二入就是再加上色圣香味处法 就是当我们如果能够修空甲中山观 到了无生的山顶的时候 那么到山顶一看的时候 一望无际啊 所有的看到的境界呢 都是一切的有无啊 是一于真如而有 一于真如而无啦 都是真如啦 就像我们登山看到一片的光明呢 就是太阳所照 太阳呢 照的时候呢 一切都是太阳的光明 所以 在观天地青黄赤白 乃至一切入 就是内六入 内六入 外六入 内就是六根 外就是六成 就是叫做一切入 内六入 外六入 乃至三宝至性 一切性 乃至三宝啊 乃至我们智慧啊 乃至一切的性啊 然后下面说 晋道 空 无生 无作 无慧 晋道就是修 心晋道 然后空 无生 无作 无慧 这个后面会讲 然后起空 入四地 法义无二 然后我们如果 起空就是出空 入四地 就是入甲 就是出空入甲的时候 从空入甲的时候 能够呢 观这个法义无二 看一切世间法呢 也是一样 就是当我们在修空观的时候 知道这一切都是空 都是真如 但如果起空观 而入于这个 世俗地的时候 能够观世俗地的生命法呢 也是跟真如一样 下面相续空心通达 近分善根 那么这是经文呢 下面说 无相精进 常识无间 这个精进也是无相 因为刚才说 忍也是无相的慧 用无相慧来修忍 菩萨修忍心的时候 用无相慧 那么现在修精进也是无相 精进 精进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世正勤 世正勤 世正勤就是 未生善令生起 以生善令增长 未生恶令不生 以生恶能够令消灭 那么主要是正勤是讲 断恶修善意思 断恶修善 那么什么叫善跟恶呢 我们一般来说 沙门叫做勤洗 勤修戒定慧 洗灭贪嗔痴 贪嗔痴就属于恶 戒定慧就是属于善 那么我们要常常勤修戒定慧 然后洗灭贪嗔痴 也就是断恶修善的意思 那么断恶修善就叫做精进 所以精进的定义他是断恶修善 不能说这个人种田很精进 这个人打牌很精进 不能这样说 因为他是断恶修善才可以叫做精进 卖菜不能叫做精进 因为他跟断恶修善 如果他是有在断恶修善 当然卖菜也是精进 打牌就不能说精进了 所以精进他有一个定义就是断恶修善 那么以无相来修静静 所以叫做无相静静 无相来修断恶修善 断恶修善的意思 长时无间 长时间没有间断 所以叫做勤洗嘛 勤修戒定慧 沙门叫做勤洗 我们在筑解这个经文说沙门 沙门就是勤洗 比丘就是沙门 沙门就是出家众 勤修戒定慧灭叹生痴 长时无间就是长时间的 恒常相续没有间断 不拘行住坐卧 顾云一切实行 所以若佛子无相精进 无相静静 在四位仪当中一切实行 在行住坐卧 所以不拘行坐 不管是站着或者是坐着 所以不是只有坐着才叫做修行 走路也是一样 睡觉也是一样 行住坐卧都是精进 所以当然如果以菩萨来说 就是看缘起 我们众生会分别说 我都什么事不要做 我来做 坐着才就是精进 或者是我什么事都不要做 我来拜佛就做精进 我什么都不要做 我来做什么事情 就做精进 那么这里说不拘行坐 就是不拘行住坐卧 不管是行 所以过去这个祖师说的四种三昧 行住坐卧 都是三昧 有时候长行三昧 长坐三昧 非行非坐三昧 亦行亦坐三昧 长行就是一直精行 像波舟三昧 一直这样 一直走一直走 不能坐下来 长坐就是一直坐一直坐 乃至能坐到一天两天 有的祖师坐三个月 一直坐 半行半坐 半行半坐就是 像我们念佛的时候 一下子精行 一下子坐 一下子有止境 又开境 又一行一坐 非行非坐 就是不管是什么时候 管他是行 是坐 是卧 都是要三昧 所以就是四种三昧 所以说 无相精进 长始无间 不居行坐 不管是怎么形态 故云一切实行 所以一切实都要精进 精进就是断二修善 行何等法呢 行什么法呢 慧常辅习空观甲 慧观法性观也 那么这里呢 这个行什么法呢 就是修观 修三观 三种观 常辅习空观 就是第一个叫做空观 他前面经文讲辅空观 辅习空观 就是辅获学习空观 辅获 习就是学习空观 我们知道说 凡所有相都是虚 我相仁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不可的 那么 菩萨如果有我相仁相 众生相 就不是菩萨 菩萨呢 像金刚经说 菩萨应该要 要怎么降伏其心呢 卵生胎生 世生化生 我都要去度他 让他入于涅槃 灭渡这个以后 没有众生可度 那么菩萨不能有我相仁相 那么我们就要 福习空观 福就是福这个我相 烦恼 然后来学习呢 空观 福就是要福住他呢 说精通 avez 明明知道没有我 明明知道没有我 但是我们就觉得说 我 认为他是有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 又不能辅 不能辅 别说人家说 反正這個就是希望 这是空 然后你就会说 哪里有空哪里有希望啊 这个就是要怎样怎样 就一直计较 对不对 但是辅不住了 所以扶习空观就是说 我们要扶住嘛 人家说无我相啊 被人家骂了就忍一下嘛 没有我相啊 受苦也忍耐 受委屈也忍耐 就要扶住啊 但是我们没有去把他扶住 所以这个菩萨常常去扶我相 扶这个烦恼来学习空观 那如果不肯扶的话 就没办法啦 所以我们自己要先 我相要调伏下来 就是我们菩萨没有我相 因为诸法的实相本来就没有我相 但是我们一般习惯 就要喜欢整个是非对错 谁有理没理 到后来就要就杀了 对不对 我真的没有这样 你为什么要说我这样 那么这就是一种 伏 伏就是要扶住啦 反正呢 有理没有理 有理的叫做 有理的叫训练 没有理的叫做磨练嘛 对不对 当兵不是这样说嘛 信兵去的时候 那个班长就说 有理的叫做训练 没有理的叫做磨练 反正呢 去当了兵 又不能逃兵 所以就只要忍下来 但是我们学佛也会逃啊 学佛不想学了算了 反正又不会被关紧闭 又不会被叛军法 当兵不行啊 要不然当兵永远当不完啊 一直关紧闭一直在延长 当不完啊 那么但是呢 学佛也没有人压我们 我们就觉得说 我忍不住了 那么所以常佛啊 就是佛我向烦恼 然后习空观 学习 常常习啊 所以我们说 论语说学而时习之 学了以后常常去 学习 学习啊 所以第一个要学这个 佛习空观 然后假会观 假会观呢 假就是假借众元聚会 一切法都是假借众元聚会的 那么我们要能够观这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钱没钱 身体健康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成就 都是假借众元聚会的 比如说 如果我们以学佛来说 不管你今天拜佛 念佛 诵经 或者是打坐 那么 你觉得说 有一种什么样的境界 有一种什么样的智慧 有一种什么样的成就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那么如果我们用假会观 那就是说 那是假借众元合合聚会而成的 因为你今天在这边 听经文法拜佛念佛 或者是打坐闭关 那你看到什么 想到什么 那都是假借众元聚会而来的 如果众元不聚足的时候 那个东西还会消失 不是你一定能够永远保持 他是真的假借众元才产生 还是真的 他就是本来面目吗 还是他本来是如此吗 我们自己要先能够认识 所以这个假会观就是能够观众元甲合 那么众元甲合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一切都是一他其的 所以世间的 如果我们以世间法来说 我们今天吃的喝的用的 乃至于诸家人修行的 都是假借佛菩萨善知事 众生施主 对不对 那么这都是假 没有所谓的 这个实性的 但是我们如果不能观这个 假会观的话 会觉得说很了不起 所以我们这个 像我们说 像我们在仰德禅士 我们就拜这个十大愿亡 有时候拜一者理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 有时候时间不够 没有拜这个横顺众生 有一个居士就问 师父那横顺众生怎么想 那横顺众生在《华言经》里面说 这个诸佛如来 是因为众生所以有大悲心 因为有大悲心所以生菩提心 因为菩提心呢 成等正觉 所以诸佛都是感恩众生 因为有众生才有诸佛 以大悲水劳育众生 才能成就这个菩提树 菩提树王的花 菩提树王的果 花就是指菩萨 果就是指佛果 所以佛菩萨都要感恩众生 因为有众生啊 让他们以大悲水 用大悲心菩提心去 帮助这些众生才能够成就菩萨 才能够成就佛 所以佛菩萨都感恩众生啊 何况我们众生呢 我们没有感恩人家 我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都不用透过别人 不用透过众生 那么这个叫做假会观 假戒众元聚会 一切法都是这样 就是依他起信 第三个法性观 法性就是观中道实相 第一地 诸法的实性呢 那么 非空非甲,亦空亦甲 这个是观这个中道 简单法性观就是讲中道 那么以三观立故人登无声山 因为常常学习这个空观 然后观这个缘起的假观 然后观这个中观 中观就是不偏空不偏有 偏于空啊 或者是偏于有 凡夫执着有 那么二圣执着空啊 菩萨佛他们要学中道 当然中道也没有中道 就像前面说 无相也没有无相 一真实相也没有一真实相 那么以三观立故能登无声山 因为我们修三观 空甲中三观 所以慢慢能够登上这个无声 无声的山 那么这个无声山 那后面又讲 偶一大师他注决 无声就是 旁边写如来总性 因为我们修空甲中三观 所以能够到达这个如来的总性 那么这个如来的总性 就是无声山 那么他用登山来形容 登山当然 就要耗尽这个精神体力啊 要努力不懈 登上山庭不要又掉下来 那么这个 一直相续不断 所以长死无间 所以就是精进 当登照这个无声山的时候 登到山顶的时候 而见一切有无之法 有意真如无意真如 总不备于法性 如果佛杀能够登到这个无声山的时候 这个是讲这个我们说 十发区心 这个舍心啊 戒心啊 那么前面忍心啊 再来进心 就是精进心的时候 他如果到了这个十发区 第四个精进心的时候 他登到山顶的时候 他所见的一切有无之法 有意真如无意真如 他看到有还是无 就是只有看到真如而已 没有看到别的 所以我们金刚经说 不取一相 如如不动 就是看到有相无相 善恶是非好坏对错 都没有看到相 只有看到一个如 只有一个如 所以菩萨当他登到这个无声山顶的时候 这些有啊 无啊 得啊 失啊 好啊 坏啊 都是有也是真如 无也是真如 那么当然这个有无是对我们来说比较远 比如说我们说 有钱也是真如啦 没钱也是真如 有病也是真如 没病也是真如 有人骂我也是真如 没有人赞叹我也是真如 那么我们众生都会计较有无嘛 你为什么说他好 不要说我好 你为什么只有骂我不讲他 大家都在分别比较嘛 为什么对谁比较好 对谁比较不好 谁的命运比较好 谁的命运比较不好 那么这个菩萨他见有也是真如 无也是真如 反正没有看到相 只有如 所以说诸相非相 不取相 总不背于法性 所以菩萨到这个时候他不会违背法性 逆境顺境 有无好坏 全部都是真如 他不会违背 顾于天地等世间法 天地就是前面说天地清皇赤白 一切入 一切入就是六根六成 十二入 等等这些世间法 对世间天地清皇赤白 所以就像我们经典里面说 阿弥陀经说 青色庆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不管看到清皇赤白 都是念佛念法念身 对不对 没有说 啊这是青色的 叫做郁金香 黄色的就是菊花 白色的叫做桃花 红色的是什么花 没有啦 再分这些啦 清皇赤白 青色清光黄色黄光 都是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阿弥陀经来说 一切都是阿弥陀法音宣流 变化所做 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看到 青黄赤白都是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如果有人说 诶 我啊 梦到什么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我诵经呢 感觉到什么 我打坐呢 看到什么 梦里梦到什么 那都是有青黄赤白嘛 对不对 那就会问说 这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用阿弥陀经说 对啊 你看到青色清光黄色黄色黄光 你是看到青黄赤白吗 还是都是在念佛念法念身 如果都是在念佛念法念身 就只有一项嘛 对不对 反正什么都是念佛念法念身嘛 杭树罗网 对不对 佳陵凭血共命之鸟 流水禅禅 微风吹动珠宝黄树 闻到这个香 触到这个八公德水 都是一样念佛念法念身 没有问说八公德水是什么 几度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我们不了解说 菩萨他到这里的时候呢 看到青黄赤白天地啊 这个他对这些事情 或者摄身相会触法 言而彼色深意的时候 他怎么样都不违背于法性 都知道正如 那么我们就用阿弥陀经所说的了 就能够知道 所以极乐世界的菩萨看到青色清光 那么杭树罗网啊 佳陵凭血啊 鸟生水生花香鸟雨 全部都是念佛念法念身 没有在问说 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有人喜欢问说 我梦到什么看到什么那是什么 我打坐的时候听到什么闻到什么 我拜佛的时候呢 感觉到什么 有人说我会毛毛的 或者是怎样 那那时候是有在念佛念法念身吗 如果以阿弥陀经来说 不是叫我们去感受那个境界 这里讲青黄赤白天地 或者是色身香味触法 而是呢 去全部都转化成念佛念法念身 才是正确的 而不是说 感觉很恐怖 我感觉看到什么 就像我们 南头有个老菩萨 他就说 他跟我妈说 他梦到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看到什么房子 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当然一般刚学佛就会想说 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如果以菩萨说 有也是真如 无也是真如 好也是真如 坏也是真如 就是这样嘛 所以世间的天地啊 清黄赤白 这里都是如 所以是讲世间法 所以故于天地等世间法 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经的话 就知道说 佛在这个地方叫我们不要去分别 清黄赤白 而是知道说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 那么要见这个珠相非相 要不娶于相 所以清黄赤白呢 管他清黄赤白 对不对 梦到什么管他梦到什么 听到什么管他听到什么 宋经的时候感觉到什么 管他感觉到什么 因为如果你有感觉的话 就是色受想行事 就是色生相畏触法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不是如 如就是不动 如就是无相 如就是不变 如就是没有差别 如就是平等 就像前面说 有也是这样 没有也是这样 你在诵经打坐念佛 有感觉也是这样 没感觉也是这样 不要去分那个 哪个是好哪个是不好 有些人就说 那样是比较好 那个是比较不好 如果我们依照这里说 以无相来说 不要去分哪个是好 哪个是不好 因为如果有分的话 就会有这种差别 就有分别 所以 福萨登无生三的时候 见一切有无之法 有益真如 无益真如 总不悖于法性 故于天地 清黄赤白啊 等啊 这个眼耳鼻舌身 益 色身相为处法 等等世间法 乃至三宝等初世法 或者是看到三宝 有的人说 我不是梦到那个 我是梦到佛 梦到三宝 梦到初家众 等等 那么这个乃至三宝等初世法 就是前面讲 三宝自信等 这些初世法 一切信其皆是真如 那么不管是梦到好的坏的 世间出世间的 一切都相信 当体都是真如 就是真如 那么就是以无相 所以这个 如果一金刚经讲 因无所住行于布施 就是在布施持戒忍入 或者是在拜佛念佛 诵经打坐 都是同样无所住 无所住就是没有分 他是清皇赤白 色身相为处法 他是好他是坏 一律都是无所住 那么就像世间法 天地清皇赤白 或者是三宝 他都是无所住 就像禅宗的祖师说 摩来摩展 佛来佛展 看到摩也是像 看到佛也是像 凡是有像 都是虚妄 不能取相 所以如果觉得说 摩来了我好恐怖 我好害怕 佛来我好高兴 那么我下次还要再看 那么这个就是取相 那么因无所住 就是无所住来去 布施持戒 那么这个叫做无相亲近 所以一切信其皆是真如 下面说 即于此事出事法中 休息尽道 在这个世间跟出事法 当中呢 休息尽道 尽就是精进 精进就是断乐修善 所以 如果以前面讲说的话 只管断乐修善 不管看到什么 对不对 我们只要管说 我没有断乐修善 就好了嘛 不要管说 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然后 皆与空无身无作 三解脱门相应 就是前面说 尽道空无身无作 三解脱门呢 空就是不可得 无始性 无身 有时候经典也写无相 无作呢 有时候有的经典也写无怨 所以空无身 所以空无身 或者是说无相 无作或者是无怨 空呢 就是知道呢 他这些世间出世间法 他是不可得 叫做空 那么既然是空呢 他就没有生 也没有相 既然都是空 看到的相 都是虚幻 看到他在生灭 也都是不可得 然后无作 无作就是无怨 你不会再去追求他 想要什么 无怨 比如说像刚才说 如果你念佛 见佛的时候 想说 我希望下次也能够这么好 有时候拜佛或者是打坐 就会想说 希望下次也这么殊胜 那个叫做有怨 那么无怨就是说 你不要去想 所以菩萨他在修精进的时候 他都能够跟空 知道诸法空 然后知道这个生灭当体是无身 相当体是无相 然后第三个叫无作 无作就是无怨 怨就是有期待 作呢就是有造作 造作就是 因为这样子 所以想要再做这样子 就像我曾经听说 有人说 因为他打坐觉得很舒服 所以就赶快下次再去做 那就是有怨有作 因为他有怨 他有作 就想要这样子做 那菩萨他在修的时候 他知道他是空 那么这些相都是无相 那么他也不会去期待 有怨 或者是故意的去做 去造作 那么所以叫做空无相无怨 三解脱门 三解脱门就是 这三门能够达到这个解脱 就是我们观三界都是空 三界都是无相 我们对三界无所求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世间都是生灭变化的 那么我们都会想象说 如果有一天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能怎么样怎么样 那都是想象的啦 比如说我们修行 在家出家 就是如果有一天 我能够怎样怎样 我就能够修行 我能够怎样 那都是自己想的啦 如果以这里说的话 菩萨就是时时刻 这个当下就要做了 不是等到那一天